离婚的人依然怀着对婚姻美好的向往 渴望能找到一个知心的爱人 共度余下的人生 可现实是二婚真的挺难挺累 以下就是二婚夫妻娇深不娇心的七种心理 一 二婚新婚期 两个人百看百好 眼里都是对方的优点 夫妻生活也和谐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渐渐的双方开始变得互相厌烦 夫妻生活也没有了兴趣 二 毕竟都有过婚死 有过不堪回首的经历 双方彼此割合 小心翼翼 不愿惨开心扉 三 女人不关心丈夫 丈夫也不疼爱妻子 根本就不像正经过日子的 四 常常为孩子的事吵得不可开交 毕竟孩子不是亲生的 所以使唤教训起来不留情面 而另一方互犊子也不是吃素的 五 两个人真心交流的时间很少 更别谈交心 坐在一起也是各玩各的手机 简直就是漠视对方的存在 六 彼此猜疑对方 没有信任 是不是还跟前夫 前妻藕断失联 是不是还有其他头绪等 七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二婚的人几乎都还保留着之前的本性 丝毫不悔改 不迁就对方 难缠蛮横 不讲理 问题多多 二婚夫妻真正幸福有多少呢 大多数都是不幸福的 而幸福婚姻是需要用心经营的 夫妻双方要懂得相互理解 关心对方 甚至原谅对方的过错 这样夫妻才能长久 如果一味的争吵 试图改变对方 斤斤计较 到头来苦了自己 也害了别人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